HELLO 大家好我是Nabi 今天呢我要用我在薄牙買到的一系列低於200塊的開架彩妝 跟大家畫這個有點算是早秋酒紅的微霧面妝容 所以呢如果你對這個妝容有興趣 或是說你不知道說開架到底有哪一些還不錯用的便宜彩妝的話 那就跟著我一起來畫這個妝容吧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有很多開架式的彩妝品或是說本土台灣本土品牌的彩妝品 其實有些品質甚至CP值都算是蠻高的 而且也很適合新手你剛入門開始化妝或是學生小資女去使用 當然專櫃的品質還是有專櫃品質的好跟優點 但是我覺得開架有些東西是如果你沒有去實際去摸摸看 你就不會知道它的好 這個是我在泰國買的Nistine的24小時 算是持久本比 這個我已經用過我覺得它非常不錯 而且可以是媲美MAC本持久的 甚至比MAC本持久我覺得妝效來得更好 那這個的話我在泰國買的話它是低於200塊台幣以內的 換算過來的話 底妝刷呢我要用這個是MACO 它是這種牙刷型的刷具 我自己實際這樣子看它真的很密 質感很像是我自己有一支韓國Expoil那個品牌的那個牙刷刷具 而且甚至我覺得它比Etude House的那個牙刷型刷具來得質感再更好 初步這樣我覺得刷起來感覺還不錯耶 完全沒有刷很厲害 而且這一支真的很便宜 而且這支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在網路上討論度也是蠻高的 你看Mistine的這個粉底它其實它算是偏向霧面 但是它非常好推 半紅的地方就再取一點點 然後點在那邊然後再把它推開 因為我剛剛有這個影片之前我是拍了除毛的影片 所以我剛剛這邊會有一點點紅紅的 遮瑕呢其實這次我買了兩種 NAF這個牌子 它好像也是台灣制製的品牌 它算是非常有感比較重的遮瑕 那當初我覺得推起來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就買了 而且再加上它有兩個顏色 只是它這個白色有點過白 那另外一個牌子的遮瑕呢 我是買HIME的 HIME它這個系列 其實我這次在保牙買蠻多HIME的東西 一次就有兩個顏色 這邊是稍微比較深一點點 這邊是稍微比較淺一點點的 我就想要先用這個NAF的看看 最上面這一層有點帶廣的 先取一點點 它好像遮瑕度沒有到很好耶 我再疊加看看好了 但我覺得它這一款遮瑕應該很適合乾性皮膚 或是說你的眼修周圍皮膚很乾很乾的人 因為它真的蠻油的 而且優點我覺得蠻好推開 只是它遮瑕度好低喔 它的遮瑕度實在是不太行 所以呢我要用 改用這個HIME的 欸我覺得這個刷具真的很棒 它算是微微的遮瑕 它遮瑕度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好 但如果你是臉上沒有太多瑕疵的人 我就會夠用了啦 眉毛呢這是我自己的 它是非常非常好用的惹我眉筆 這個眉筆真的是超級好用 它CP值好高 筆心軟衣適中 而且它一百塊有找耶 如果你還沒有看到我之前跟Maybelline合作的那個 四種眉型的話 你可以點上面的I鍵去看一下 那通常我在畫眉毛的時候 我前面都習慣會不要往前畫 我要把它用暈的 Satine晶亮眼影刷 很可愛吧 有點應該算是珠珠吧 透明的 而且它有兩個顏色 有點像是尼龍毛刷啦 但是它沒有到真的很尼龍的感覺 而且刷毛都還蠻順 把你後面的這個眉粉往前面帶 然後呢稍微暈一下 眉頭 刷子在你手上過一下 把那顏色帶到你的鼻翼兩側 這樣子也可以稍微修一下 你的鼻翼讓你的鼻子看起來更挺一點 我買的眼影盤我非常的驚豔 在試色的時候我就一直在內心 啊怎麼這麼好用怎麼這麼好用 然後怎麼這麼顯色 它是Starking的 這一種算是它金屬光澤蠻重的眼影 但是呢它本質非常的細 先用這個顏色打底 我的天啊它好顯色啊 從眼球中央開始往左右暈 再把你的刷子盯放 把你的這個界線暈得更乾淨一點 下面呢我也是要用一樣的顏色 再來我要用這個顏色 以睫毛根部開始往上暈 因為這樣子當我在暈到我的後三角區塊的時候 那個顏色就會不會一次下手太重 就會看起來很自然 我覺得這個深色的就稍微有一點掉分 下眼影只要上在後三角區塊 把它跟你上面這個眼線 眼影的尾端連在一起 Kimei的這個雙頭眼線膠筆 那它其實有很多種顏色 我買的是這個是酒紅色的 這個是咖啡色 它讓我驚豔的地方是除了它非常滑順以外 顏色也非常的顯色 要用這個咖啡色的呢 先把我的內眼瞼補滿 再用這個酒紅色的 畫在剛剛內眼瞼在上面一點點 那眼尾呢我們就順勢平拉就好 一下眼尾這邊 方圍也上一點 腮紅呢 我用的是這個 一樣是MECO的 那這個的話它其實有三個顏色 而它非常的飛粉 先用這個刷子來打亮 順便也可以把剛剛這個眼影啊 你可以再暈開一點 下面這個橘粉色的腮紅呢 我要用這個刷子 斜刷 我先用遮瑕膏把我的唇色遮一下 再來呢我就要用Himei的這一支唇蠟筆 那它其實非常的滑順 它超級勻的 不太顯唇紋 好啦完成啦 這個全臉低於200塊的早秋妝容 有點算是早秋酒紅妝容 這些東西呢 全部都在寶芽買得到 全大部分的寶芽應該都有買 美花泰我不確定 其實這些東西雖然低於200多塊 但是像我覺得 我剛剛用的這一系列刷具啦 還有Himei的東西 我覺得都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好用 那就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囉 有任何問題 或是你有在寶雅、美花泰、光南 買到一些你覺得還不錯的 很便宜很便宜的彩妝品牌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或到我的粉絲團跟我分享 那我有機會的話 我就會去買來玩玩看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謝謝 對 MING PAO TORONTO